第1財經報 據第1財經報道 11月22日晚中國澳元地產發表公告說 該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澳元集團發行的中山證券 《澳創二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延期方案》 已經獲得通過 華爾街建民25日消息 中國澳元又有一筆國內私募債的延期方案獲得通過 接著下來 澳元還有另一筆國內私募債的延期有待談判 如果通過的話 澳元近期到期的三筆私募債將會全部順利延期 和其他理財產品過期或境內外債券違約的房企不一樣 在中國澳元作出延期計劃之前 並未有傳出不離消息 據該集團內部人士透露 由10月初花樣年違約開始 就陸續有債權人提出要中國澳元提前還款 當時內部就已經感受到壓力 而評級機構連續下調信用評級 就觸發了部分境外美元債的相關違約條款 債權人也要求澳元提前還款 突然增加的債務清還要求 令澳元一時之間四面楚歌 為了回籠資金只能忍痛斷臂 澳元11月14日公布說 公司計劃出售所持有的香港舊樓重建項目的全部業權 連同持有物業的控股公司股份 以及股東貸款在內 合計售價9億港元 即使如此澳元方面接下來也並不輕鬆 明年1月份澳元還有2筆美元債陸續到期 合計餘額是6億8,600萬美元